先跟新浪的网友们打声招呼吧 哈喽 大家好 我们是Tier Boys 那最近三位的学习怎么样 小凯也上高中了吗 上高中了就是课业会比较复杂一点 然后呢就是说可能 就是会那个课业会是连着的 就是一环课一环的一样 所以说可能回去的时候会多补一些数学这样的课目 哦 你数学比较差一点 就是数学会比较复杂嘛 会难一点 那那其他两位呢 先席他们呢 因为我现在是初三嘛 然后现在这些活动也比较多 然后学习也要一起做好 就是现在也比较忙 然后就是希望学习能做好 但是特别困难 我的话就是学习 还是可以跟着班上的进度再走 就是基本上没有拉下什么课 就是还是需要经济求精吧 那你们猜一下 如果你们三个人同一个年级的话 就是谁的成绩会比较好一点 还是千禧吧 就是我没错 那就是第一次来微博之夜嘛 你们的微博转发都非常非常的高 就是跟微博之间有什么小故事吗 就你们觉得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条评论 印象比较深的一条评论 就是中考的时候粉丝全都发那个中考题啊 然后什么复习的方案什么 就特别多 就看都看不完 而且大多就是那种做题刷题那样 那你们那条微博是不是千禧和王羊 都可以借来用一下 学建一下 我觉得因为是 大家都是不同地方的 很多都是 所以可能发了一些复习的资料 或者方案 可能跟就是我们当地的会有一些不同吧 就可能觉得还是抓老师的一些重点 会比较有用一些 那千禧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评论吗 就是经常在微博下面看到 一些粉丝就会让我穿秋裤 然后剪刘海 然后就是经常会说要多跳舞 多休息多看男的 然后就是很多都是矛盾的 就是看起来就是很多都是矛盾的 紧张 那玩员呢 我的话就是经常平时什么发狗狗 然后千禧发微博说自己没有一个路人长得高 记录就是他就是各种什么牛奶小分队 然后长高小分队 狗狗小分队 就是给我发各种的什么密集 然后那些资料 所以那些小分队有用吗 你把那些资料 就是自己还是会注意一些 那就是千禧的毛笔字非常的棒 之前也在节目里面秀过吗 你们两位有没有向他讨教一下经验 会啊 经常讨教 因为可能我的字会比较烂一点 你们三个人字谁最好呀 千禧 那就千禧有传授他们一些什么绝招吗 就是平常就是小凯会写那个突仙的时候 然后就是写羊蜜的时候特别紧张 然后就会问我你写个蜜字啊怎么写 不是怎么写是怎么写才好看 为什么要写羊蜜的蜜字 意想不到的特长吗 意想不到的特长 应该没有那种特别奇异的特长吧 就你们跟四叶草有十年之约吗 有幻想过十年之后你们的样子和生活吗 十年之后应该会是比较成熟一点 就可能没有这么小这么天真 然后可能唱歌跳舞这方面都会比现在好很多 那千禧跟王源也说一下 就是十年之后还是希望各方面都是真好 然后希望粉丝还有我们都会一直有这么努力的 走下去 就是努力的 我的话就觉得十年之后样子的话肯定就是越来越好 然后真真是上了 粉丝也和我们就是粉丝很团结的一起 我们一起走下一个十年